于家小子 你怎么过来了 我想来找陈家谈一谈 我最近的项目 不过看起来 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 下次再谈吧 于千凡也不纠缠 反正他本来就不是来谈项目的 他只是来验收成果罢了 为言 他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于千凡走了之后 陈辰才猛地反应过来 不对 这件事情很古怪 妈妈怎么会突然就准变了性格 就像是 就像是有人提点过他 怎么样才能从医院里出来一样 是我一开始就被喜悦冲破了头脑 才没有多想 快步地追了出去 追了一段路之后 他停了下来 因为在路的尽头 于千凡正站在那里 等着他 仿佛是已经知道 他会像个疯子一样地冲出来 是你对不对 一定是你搞的鬼 因为我发现 用说的你好像已经听不进去了 所以呢 我打算让你 切身痛一次 这是我给你的一次警告 陈辰 别来触碰我的底线 不然 我会让你痛不欲生的 于千凡一路上 心情都非常不错 他心情舒畅地回到公司 于总 办公室有客人在等您 于千凡诧异地挑眉 走进办公室 却对上了一双 似笑非笑的眼睛 于千凡 从剧组到公司的路 可真长啊 你居然开了一个小时 我就觉得奇怪了 哼 有什么事情 是不能和我说的 值得你撒谎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回公司来的 女人的第六感 说 你刚才去哪了 丽锦为了让自己的气势 显得足一点 还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结果 这桌子的木料特别结实 一巴掌下去 他觉得 他的手指头 都震得嗡嗡的 差点 就在于千凡面前 呲牙咧嘴地喊痛了 去办了一点事情 于千凡无奈地 要走过去抱他 站住 谁让你过来了 就站那儿 真可爱啊 什么事情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 外面有狗了 我就小栗子一条狗 于千凡同志 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去教训晨晨了 你去打人了 不是去看戏了 反正 晨晨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我有他的把柄 什么把柄 这个你不用知道 和你没有关系的事情 我心情不好 我不是都告诉你 我去哪里了 之前是怕你担心 才没有说 说得那么详细 对 你 试图